今天做炸鸡腿 这里买了6根鸡腿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做 然后看网上的教程 有的是煮熟了炸 有的是就这样生了炸 这里有6根 我打算拿3根来煮熟了炸 然后拿3根就这样炸 现在先来把鸡腿煮熟 我是买了7根 还是煮3根就行了 剩下4根就这样生了炸 姜片 料酒 现在来准备腌制的料 切一点生姜 来一点盐 生抽酱油 辣椒面 五香粉 再少来一点料酒 好 装一下 这个调料其实我都不知道怎么放 因为我看了五六个教程 每个教程的调料跟不一样 然后我就根据自己的可味来 剩下的4根鸡腿 用牙签给它插一些小孔 方便入味 然后放上精心密质的调料腌料 好了 这个腌制两个多小时 腌制三个 尝一尝三个 煮熟的鸡腿 也扎一点口 刺青 煮熟的鸡腿 也扎一点口 这个让它腌制两个小时以上 腌制的越久越好 中途再把它翻一下 因为它腌制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待会儿吃了午饭再来找 现在先去染一个头发 好臭 因为家族遗传的原因 我妈他们那边的人 这头发差不多就是40来岁 就是40来岁 就开始疯狂的长白头发 所以长头发不是为了好看 是为了遮住白头发 我一想到这里 我就看了下我的头发 不过我的头发好像遗传到我爸了 我爸的头发就还没有白 哎呀弄完了去洗个手 现在来炸鸡腿 准备鸡蛋 面粉 蘸它一点芡 面包糠 鸡腿先裹上面粉还是芡粉 鸡蛋液 然后面包糠 然后面包糠 鸡腿炸上面包糠之后马上下锅 要不然它会掉 就这样用小火慢慢的炸 炸8分钟以上 这个第一个刚才油温有点高 已经有点焦了 第一个腿炸了有8分钟 我看熟了 哇这里面还有雪 看来炸8分钟不行 还不炸 这个时候就很纠结了 再炸外面就焦了 但是里面还没熟 所以这个火一定要开小一点 我刚开始就开开了 剩下来三个熟鸡腿 这是煮熟的 就好煮 就不分杂椒了 哎 两种颜色 两种特别 喜欢哪种吃哪种 再撒一点辣椒面 走 妈 下面这个是生炸的 上面这个是煮熟了炸的 上面这个是煮熟了炸的 现在吃一个生炸 这好吃 嗯 吃啊 嗯 嗯 今天给摄影师夹几腿 哈哈 炸炸的 很简单 好 吃到了 四周 掉了一封 要想快速的吃 最好是先把它煮了 然后再来炸 还剩两个 然后一个煮的一个没煮的 然后留给我吧 今天这个鸡腿味道还行 差一点就赶上坑德伊 就差那么一点点 好了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